現在的人喜歡說 昂瓶 360 貓空 海洋公園, 說那裏有吊車,在高空直風很爽, 實在香港在清朝光水十八年龍年, 當時世上太古堂廠就已經有私家吊車駕駛。 在香港島、北角、英皇道, 同遊民街附近,有兩堂車,每堂六個人, 以每小時八英里上《Parker 山》大風吵。 不過由於渣甸陽行賣了福地給利縣遊樂場, 太古堂廠搬航,那個私家吊車, 就在中華民國十八年撿凹,拆航。 清朝有個吳有餘先生, 他就曾經在他本海國重談之銅鑼飛展就寫過, 殘聰鳥道,齊驅難行,架木齊上,已通往來, 為之戰道。太極人巧奪天宮,至窮思義, 有可抄涉戰之法而非借者,則為之非戰而無不可。 香港,銅鑼灣,山峰高峻,上宋雲霄, 朕依直上者很苦把履不易。 乃太古堂驅竟建屋於其上,精之迎之, 美倫美幻,為世拔來報往,美誕堅牢。 於是至成一統,可容武,六人, 其上也如匹鍊之身空,其下也如竹之武之劍秦施, 垂而出之,上下自如,不費足利,仍敢叹齊法之條。 以至有六七人坐此統中,扶搖之上, 極之半空,神乎折斷,六人者賢如鳥之飛墜, 內有一人受傷,其五人者性格無樣云。